教会论第二十讲 我们来到教会的标记的第三个 就是执行纪律 纪律的执行 纪律这个字是discipline discipline D-I-S-C-I-P-L-I-N-E 这个字跟做门徒disciple是同一个字 纪律的执行 对于维护教义的存证 和捍卫胜利的圣洁 是绝对必须的 教会假如很松散地 抬慢地来执行纪律 迟早便会发现 真道之光就会复食 教会里淡暗无光 而且滥用圣物的事情 就会层出不穷了 再来 假如教会在纪律上面 不勤奋 不谨慎 不警醒的话 早晚他们就发觉 这个真理之光 就会被滥用 真理之光跟生活就会被滥用 因此 一个力求在地上 所能够达到的标准之内 坚守 这个理想的 准则的教会呢 就必须在执行 基督教的 基督方面 要努力的 要很谨慎的 尽责 上帝的话 坚持 基督的教会 必须 正确地执行 基督 我们来看一些经文 马太福音 十八章 十八节 来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们再回到 马太福音 第十八章 十五到十八节 我们从第十五节 我们翻到圣经 马太十八章 从第十五节开始 开始来读 马太福音十八章 从十五读到十八节 来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 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 和税里一样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们中文改革中的书籍里面 有一本亚当斯所写的 教会劝诫手册 Handbook of Church Discipline 亚当斯给我们看到 纪律或者劝诫 这个中文没有画译的翻译的方法 Discipline这个字可以翻成纪律 可以翻成承戒 承法的承 可以翻成劝诫 等等 亚当斯给我们看见 承戒或者是纪律 有消极的跟积极的 或者说未雨绸缪的 跟当有人犯罪的时候 一般的广义的纪律或者管教 就是教导神的话语 彼此的劝勉 但是当有一些的罪 是需要教会来做管教的时候 耶稣说 有四步 第一步 要直接地去跟当事人 就是假如某某人得罪了我 我就直接去指出他的错来 当然用爱心说成熟话 以弗所书第四章 他若听 听的意思就是承认错了 你便得回了你的弟兄了 不听的话第二步骤 另外带一两个人 所以一共有两到三个人 再去指出他的错来 因为现在有见证人 聚集都可定准 所以从主耶稣基督的时期 其实主耶稣基督也 非常的符合摩西五经 就是关于有人做错犯罪的时候 见证人是很重要的 他若听了 悔改了 我们就得回这位弟兄 第三步骤 若是不听 连三个人的见证都不听 第三个步骤就是 交给教会 告诉教会 当然假如教会 劝诫 他们听了 我们又得回这个弟兄 所以每一次的 背后的目标都是 让这个弟兄 恢复与神与人与教会的关系 第四个步骤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 和税吏一样 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开除他们的会集 接下来主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合一地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所以这种的管教 或者是惩戒 或者是纪律 它是在整个教会的敬拜 教会的聚集 教会的信心和祷告 在这个大的氛围里面举行的 我再说 纪律和管教 不可与教会的聚会 敬拜和祷告分开 或者说 教会的纪律 必须是以信心 以一个敬畏 敬拜的心来进行的 而当教会奉主的名聚会 也包括了奉主的名 施行管教的时候 主耶稣给一个天国的应许 就是在地上捆绑的 天上也要捆绑 在地上释放的 天上也释放 这里我们所抓住的是 主耶稣的话语的应许 这里并没有给我们一种的权柄 说牧师长老们有一种神秘的功效 可以一说某某人就下地狱 一说某某人就上天堂 不是这样子 这个天主教的看法 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很多都是 从一种自意解经的传统 长大的或者受到教育的 但是我们又很敏感的 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又非常的不自意 我们很多地方都很自意解经 但是到了这些 地上捆绑 天上也捆绑 这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 这就是我的血为你们流 我们马上就灵异解经 对不对 没有错 圣经不是每一句 都能够自意地去解释的 所以我们对自意解经这个原则 需要合理地看每一段经文 究竟要我们看到什么 因为假如你自意解经的话 每个牧师一讲 天上就说 是的 这个人下地狱 那牧师会犯错的吗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是这样来理解的 我们在地上 首先牧师长老是一个群体 一个团队 来宣布 到了最后 经过的长期的纪律 某某人也不悔改的话 经过长期的祷告 甚至服牧师长老 为这个人的不顺服而流泪 伤心 教会最后把他交给世界 交给撒旦 我们相信 当我们奉主的名将做的时候 三一真神是尊重我们的决定的 但是这里我们说明 这个是教会的纪律 也就是说 不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在地上做 也不是使徒们 你看使徒彼得 一丝行管教 啪死在地上 再来一个太太 啪一下就死在地上 我们在地上的教会 使徒们的权柄 和一般牧师长老权柄 是不一样的 使徒的权柄 是耶稣就亲自给他们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有限的 我们 借着信心 借着爱心 做这些的判断 当我们在地上捆绑说 你已经不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 或者姐妹 那时候 我们同时给他一种的管教 劝戒 劝勉 邀请 请你尽快地 不要在心理刚硬 回到徒家的面前 认罪悔改 所以在这里你看到 执行管教 是与上帝的话 与主耶稣的吩咐 有直接的关联的 意思就是说 不论我们是一般的讲道 我们 劝勉 我们教训 会中要做什么 该这样做 不该这样做 这个是我们华人传统 的讲道法 你该怎么做 你不该怎么做 这些就是劝勉 这些就是一个广义的纪律 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说什么 不是凭孔子孟子说什么 甚至乎对不起 不是凭王明道先生说什么 是圣经怎么说 我们可以引用王明道先生 没有问题 但是我说明这个是 主内的尊敬的长者教训 也就是说 是地上的教会 我们这个教会 或者我们引用 1930年代的领袖 这样讲的教训 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教训 劝戒 是要建基于神的道 而不是我的主观的看法 好 这个是广义的 小义的就是说 当我们 执行 承戒的时候 也不能够离开 神的话 下面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保罗就说 哥林多的教会 必须要把那个 行淫乱 而不悔改的 连外邦人都没有 这种的情况 你们不可以 自高自大 不哀痛 你看哀痛 哀痛什么 哀痛这个人 伤了教会的圣洁 也不愿意 在圣洁上有所长进 把这个人 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第一 四节 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 我的心也在 你们要奉我们主耶稣 继续的名 并用我们主耶稣 继续的权柄 把这个人交给撒旦 败坏他的肉体 使他灵魂 在主耶稣的日子 可以得救 意思就是说 教会的盼望是 施行 承戒 管教 纪律 是为了鼓励对方 悔改 得救 所以我们最后最后 做了这个 开除 汇集的 一步的时候 我们也是 求神 有一天 赐给他 悔改的心 所以还是有 虽然有严厉的警告 弟兄 已经不是弟兄了 某某先生 你的灵魂 是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 我们还是奉主的名 劝你早日悔改 所以不是说 踢出去走 滚 不是这样子的 是流泪的 劝他 还是要早日悔改 好叫他 只要主开恩的话 好叫他有一天 悔改 灵魂得救 还有经文 请看 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三十三和四十节 我们来读 来 安静这两个字 其实应该是 有秩序 或者平安 和睦 上帝不是要叫人混乱 上帝不是一个没有规矩的上帝 上帝是一个有规律的上帝 God is not a God of this order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 凡事都要以一个恰当地 有规矩的方法来行 这些的经文给我们看见 从旧约到新约 旧约里的教会和新约里的教会 就是神的子民 基督的身体 圣灵的团体 所以从旧约的教会 到新约的教会 教会的核心意义 是以马内力 神与我们同在 神的救恩领导我们 神爱我们 神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 这个是教会的核心的意义 不论是旧约时期的教会 或者新约时期的教会 但是这个亲密的灵交 亲密的爱的关系 是在一个有规矩的 有次序的架构里面 神赐给我们的 教会是生命体 是身体 教会也是一个 上帝所设立的体制 或者是组织 那这一点呢 至少从我从小长大 虽然我在神学院长大 后来呢 到了美国一些台湾 国语教会 地方教会的传统了 我觉得这种的传统 所带来的是 只看到教会是生命体 是基督的身体 但是大大的忽略 但是大大的忽略 教会是神所设立的体制 我们不喜欢用组织 制度 典章 这些词 我们祷告里 字里行间就说 哎呀 这个不是组织 是基督的身体 这样讲不对的 不要说 哎呀 教会不是组织 乃是身体 不是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而上帝亲自 组织教会的 旧约时期 上帝亲自组织了教会 新约时期 耶稣基督亲自 设定了规矩 组织教会 教会是一个组织 不是一个人为的组织 是上帝的作为 神为的组织 明白吗 那我们感谢神了 玛丁路德是一个修士 加尔文是一个 念律法的学生 之后才从事改教的 所以加尔文一读圣经 就读懂了 圣经是讲上帝的体制 约的体制 约的体制里面 核心讲什么呢 讲爱 讲上帝说 我必做你们的上帝 你们必做我的子民 讲 以马内力 神与他的子民同在 讲与上帝最亲密的关系 好像雅各 好像以弗所书第五章 丈夫跟妻子的关系 那么的亲密 你看到旧约圣经 讲约的时候 好像和西亚书 讲约就像讲婚姻一样 被约就是 好像在婚姻里面犯奸淫一样 但是除了婚姻 这个隐喻 这个比喻以外 很明显的 神的约不仅仅是婚姻 神的约是法庭 先知书都在控告 以色列人 犯所灵的奸淫 偏离主等等 所以我们两方面都要注重 感谢神 加尔文有这种的智慧 一方面 他从一个律师的角度看到 这里有个体制 旧约有律法吗 新约也有 但是不是律法主义 不是无情的律法 律法里面是爱 是以马内力 是神的同在 所以神的教会里面 管教纪律的施行 是与神的道连在一起的 不可分开 要规规矩矩的 做神所吩咐 做主耶稣所吩咐我们所做的 但是这些的规矩 这些的组织千万不要消灭掉 神那种的活泼的 与我们的爱的关系 不可以组织到冷酷无情 但是也不可以毫无组织 什么都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那祷告是好的 但是你祷告的时候 抓住哪些的应许 你根据哪些的经文祷告 你为一个犯罪的弟兄姐妹祷告 怎么样祷告 这些都要查圣经 所以爱要有 爱祷告 爱人的心 要按照上帝整个的 约的体制 来活出来 体制 纪律是为了 我们在神里面 在基督里面 那种的 没有任何的关系 可以取代的关系 好 我们来读最后 启示录第二章 十四到十五节 还有第二十节 来 然而有几件事 我要责备你 因为在你那里 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这巴兰曾教导巴勒江 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们吃迹偶像之物 行奸淫的事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 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然而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 也许别教导我的仆人 也要他们行奸淫 知记偶像之物 这里很明显的约翰在讲的 约翰说主耶稣在讲的是 在教会里容忍了错误的教导 或者异端 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是教会容忍道德的犯罪 而不施行管教 在启示录第二章这里 还有其他经文 是教会容忍错误的教导 而不施行管教 那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 怎么管理 怎么discipline 管理教会的教导呢 在我们改革中长老会的传统 我们的做法是 第一 一位弟兄要被案例做牧师 他经过一个三个步骤的考试 考什么 第一考信仰 那当然要考蒙照 就是信心跟蒙照的建重 但是呢 传统的长老会 有别于那些自由派的长老会 传统的正统的长老会呢 会考圣经的知识 会考魏敏斯的信仰告白 大小药理问答的知识 延伸的就是系统神学的知识 会要讲道考试 然后呢 一般呢 要提交希腊文跟希伯来文 读过的课程的分数表 就是说你修过了 一般不会再考你的 希腊文 希伯来文 有些的区会会考教会历史 基本上就是考 早期的教义 加尔文 长老会改革中 清教徒的传统等等 那些的名人 那些最重要的教义 这么多的考试呢 会分两步 就是三步的第二跟第三步 来举行 为的是 我引用一个清教徒 一直延伸到爱德华兹 这段时期一个口号 就是 敬虔与学问 A godly and learned ministry 就是为了在 我们把教会的标记 第一个跟第三个结合起来 要忠心地传讲圣道 但是在传讲神的话的事上 要施行纪律 这个纪律最起码一步就是 传道人必须要信仰正统 好了 考完了 及格了 还有一件事要做的 这个西方的 用签名的方法 华人 韩国人可能用不同的方法 考完了 可以被案例 之前要签名 签张纸 subscription 或者另外就是 口头上要启示 应许什么呢 第一 我相信圣经 66卷新居二圣经 是神的话 是圣灵所默示的 是无谬无误的 这个第一 当然就是我信仰生活的 最高的准则 第二 我接受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 和大小压里问答 是完备的 总结了圣经所教训的 It's an adequate summary of the system of doctrine taught in the Bible 是圣经里所教导的 教育系统 一个完备的 足够的 一个的总结 再来还是 圣经所教导的 教育系统的 这个 纯正道理的规模 的一个的总结 要启示 说我接受 若我有一天 我的信念 我的看法改变了 我有义务 告诉我的聚会 不需要聚会来查我的 这个是我在1979到81年 那段时期考试 我做过的应许 所以当一些的 广泛的福音机构 让我签一个名 参加一个运动 但是我发觉 怎么一些 与世界教学的 长老会的神学家 也就是说 不信圣经无误的 那些宗派 跟WCC有关的 华人的 长老会的神学家 或者其他 也签名了 你们也去邀请他 我马上退出 我说我当时 接受案里的考试 我签名的时候 我说过 我遵守 我的总会的规矩 我总会的 最基本的理解是 我们在福音派里面 这个大家庭 是有很多来往 我也解释过 我们的宣教士 可以在非改革中的 福音派的团体里面 服侍的 但是我们不认同 普世教学的 那些的大宗派 所以这种的考试 这种对牧师的 严格的要求 事实上给我带来 一个安全跟保护 我可以很释放地 去跟很多的教会 跟机构合作 但是我也知道 这些线在什么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